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口 被你撞成实在太low 找一个理由 回家的路和你一起走 我的心跳就要被偷走 难过的时候 就快躲到我的身后 躺在我左手 给你的爱随时空头 总是很担忧 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只有你能拯救 在每个路口 都跟着你走 不管飞转向左 还是会向右 银河去最后 只为你守候 想把你藏在左边的胸口 快来摇起我 倒落你的心球 红星才有善良的理由 你说你会偷偷的笑我 那是心里最美的眼光 想要陪你到世界尽头 小肉软只为你全部保留 一直为你勇敢地执着 因为你点燃了我的笑颜色 你说如果我要是为了钱的话 我就应该写一个牌子 尚未说 我很久没有吃饭了 或者是写 求回家路费 勤工俭学之类的 饿了吧 差点忘了 给我的 算了 烂成这个样子了 别吃了吧 没关系 我要吃 抹茶蛋糕 我最喜欢了 你怎么知道的 楚禄喜欢抹茶蛋糕 记住了吗 特别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好 吃一块马铲蛋糕 感觉快要飞起来了 猜猜 找个地方去吃吧 走啊 走啊 你回来了 洛言怎么样 见到羽生了吗 见到了 总感觉今天的羽生不一样 不一样 是变帅了吗 总感觉我在想什么 我喜欢什么 他全都知道 感觉他长大了 变成一个让人足以依靠的男人了 变成一个让人足以依靠的男人了 这个傻瓜 也不知道是交了什么好运了 总感觉这几年 女生的变化真的很大 你喜欢现在的他吗 你都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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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落 我真没想到你还会说这么动人的情话 这简直啊 是我听过最浪漫的告白了 小柔 你的 你觉得我可以和羽生交往吗 当然可以了 你和羽生是我最好的朋友 不过 你为什么要突然问我这个问题啊 因为比起雨生 我更在意的是你的感受 我 我当然没问题了 你和雨生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们两个在一起 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幸福 我开心还来不及呢 对了 这是我给你做的芒果西米露 尝一口吧 谢谢小柔 小柔 很好吃 又小又甜 除陆吃着甜 可我怎么总觉得有些苦涩呢 难道心情会影响到味觉吗 我得去问问雨生 算了 问她干嘛 她就是一个大傻瓜 没有 我的急事 六小时三十分 什么六小时三十分 小故事回我短信的时间 连这个你也算 一个女孩 回你短信的素领 证明她对你的兴趣 越快 证明越喜欢你 吃了吗 大傻瓜 你这个不准啊 说不定在忙呢 对啊 今天博静乐队的主唱高原去了医院 小护士都围着他要签名去了 哪有空回我信息 高原 你不是北京人吗 有个事想拜托你一下 听说你一晚上都没睡啊 哥 不用这么认真吧 都是垃圾 没有 小五 能不能 去帮我找一下楚禄 没有楚禄你就写不出歌了 你也知道 他决定的事情 无论谁去都无急于事 无论谁去 小柔啊 孙小柔 我认识楚禄这么长时间 只有孙小柔 让他束手无措 让他束手无措 感谢你昨天的宽慰 送给你的礼物 我认识的 男朋友送的 不是的 发生是追求者送的喽 好羡慕啊 什么时候也有人给我送花呀 小柔人长得漂亮又很勤奋 有人送花很浪漫 像你们这几个大龄女青年啊 平时不识到自己 这么疯狂 难怪没有人送花 喂 海鲜娱乐艺人部 请问分级号 找你 原来是你啊 谢了 给女士送花是应该的 我不是只送花 我是谢谢你给我打电话 你是在我来这里上班之后 第一个给我打的人 今天晚上还下班吗 小柔 七杯美事 好的 我马上去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要去忙了 从今天晚上起 我每天都会在公司排练 如果没事的话 一起喝酒啊 晚上来看我和楚露的表演吗 我把地址发给你 你晚上几点钟排练结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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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点钟排练结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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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 这能行吗 我专门拜托了宿舍的汪伦 我专门拜托了宿舍的汪伦 她姨妈是这个小区的舞蹈队长 她说行就行的 她说行就行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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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谢谢你 能让我们在这儿演出 我实在是太好了 嗨 你们是汪伦的朋友 就是我的朋友 大妈我虽然退休了 可是在广场上 还是很有花运权的 那 那我们去试试 好的 好 我们会努力的 谢谢阿姨 那咱们试试 走 黄昏躲在身后 晚风不远回头 不知道我哪走 女孩裙带轻柔 让人手牵着手 是 她们多默契 是啊 是挺默契的 你不觉得楚禄 是个很特别的女孩吗 她就是被音乐而生的 只要音乐 不管是谁 她都会满意的 一看到她们 我就想起天空乐队了 不过现在 只剩下楚禄和余生 其实我一直都想 再看一次她们的演出 但是害怕打扰到她们 打扰我 我本来以为 看到她们两个人在一起 我会很开心 她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总觉得 心里怪怪的 自己最好的闺蜜 和自己喜欢的男孩在一起 是谁都会有变容的 我 我才没有呢 我可不会喜欢余生 她在我心里 永远都是个鼻涕虫 走吧 欢迎来到薄金乐队的舞台 你想试呗 还没调试好啊 凑听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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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自己渐渐老去 青春的记忆都是关于你 那些疯狂的远去的 如今都是无悔的 当春雨绵绵飘落 你是圆夜上最美的花朵 当秋风呼啸而过 我们是空中急速飞转的落叶 我知道分离 是为了下一次相聚 仍然相遇 但我们注定要分离 这时间太快 它让我来不及叹息 来不及对你说一句 我爱你 他们唱得太好了 小小姐 小小姐 你真的唱得太好了 你真的唱得太好了 你真的唱得好 你真的唱得好 下次再跟我唱 谢谢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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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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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姐怎么还没来 也许宇生对我来说 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就没想过跟她告白吗 告白 我可不想挖闺蜜墙角 你不是说的吗 的确啊 丹恋 真的是一场非常痛苦的事 可是丹恋也有一个好处啊 就是你能自己决定 什么时候分手 对 就像我啊 迟迟不愿意跟楚罗分手 还妄想跟她站在同一个舞台上 同一个舞台 什么意思啊 我想让她会薄金乐队 但是她始终不肯 你看看这个舞台 你看看这个现场 如果她能作为薄金乐队的一员 站在这个舞台上 她的未来不可无量 她再也不用给广场舞大马伴奏 她会有更辉煌的未来 你不觉得吗 楚路啊 天生就是一个当歌手的女孩 酒气太烂了吧 进步在烟的想什么呢 你和喜欢的女孩约过婚吗 听我姨妈说 你和那个姑娘都挺好 吉他弹得不错 歌唱得也挺壮 比他们那些录音强太多了 我就是 没以前那种感觉了 怎么 别会完了 发现没有感觉 长残了 那倒不是 她跟以前一样漂亮 不对 她比以前更漂亮 那你还纠结什么呀 我就是找不到以前那种感觉了 那时候 新老是碰碰乱跳的 但现在反而平静了 打辛迪把她当做一个老友 那种没有性别区分的老友 而不是女友 高中 那时候是青春期 荷尔蒙分泌过剩 那个时候 只要是个女孩靠近我 我都会脸红心跳 你要是现在对她没感觉了 不如介绍给我吧 别站着毛坑不拉屎了 不打了 喂 别把汉子不吃恶汉子鸡 现在有女孩跟你约会 你就烧高香吧 再说了 怎么老有女友的 你谈过女友吗 女友不就是 左手摸右手的感觉吗 露露 妈 给妈来杯咖啡 好 进来走 露露 你不是不愿意住 高原租的房子吗 等我们拿到 海星娱乐公司的签约金 我们先到外面租一个房子 到时候 妈妈跟你一起住 妈 我不会接海星娱乐的 你 你这孩子 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妈 你不知道 他们想欠我 根本不是因为欣赏我的才华 他们就是为了高原 那又怎么样 现在这个社会 你干什么不靠关系啊 你想有多少人 巴结这个高原 想靠着这个高原 都跑不上去呢 你在县城的关系你不用 你还往外推 妈 我不想跟高原有任何关系 我也不想唱高原的歌 傻丫头 你看都这么久了 从小到大 你和妈妈还没有合唱一首歌呢 想不想跟妈妈合唱一首歌啊 反正都是八十年代的老歌 主唱部分 我们一人一段 副歌部分呢 我来唱合音 你来唱楚贤日 你觉得怎么样 嗯 嗯 你知道吗 这首原唱 本应该属于我 是你 没错啊 我年轻的时候 也是被唱片公司看上了 那可是一次非常非常好的出道机会 就是技术国的唱片公司呢 没错 可是那回妈妈肚子已经花有你了 我很痛苦做决定做选择 因为呀 我要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要放弃唱歌 一个是放弃你 最终我还是选择了你啊 妈妈 我 可是结果呢 妈 还是这个下场 机会机会被别人抢走 爱情爱情 被别人糟蹋 我现在除了你 没有什么 妈 露露 你是我的女儿 你是我生命的延续 你要实现妈妈所有的梦想 你要把妈妈失去的所有 属于妈妈的所有 全部统统的给我夺回来 你懂不懂 妈妈 你 你弄痛我了 痛 这点痛算什么呀 你还没有感受到真正的痛 跟我走 妈妈 对 对 好 好 对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友,真的是这感觉吗? 各部门准备,菜牌 每个小鞘,菜牌 目上开,菜牌 参天地 都是这个 物牛 是人的 出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任何准备 看来 ニング 女士 说 现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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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 都十二点了 你去哪儿啊 出路病了 你今天有临床实验课吗 这下子 这是奔专家去了 有人吗 有人吗 有人在吗 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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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我 我怎么 你发烧了 三十九度 刚才可能是烧得一时模糊 你一直在喊救命 你是不是 做噩梦了 那 那你怎么会在 我刚才 在电话里听到你在喘气 然后电话就突然挂断了 我就担心 你是不是感冒了 最近流感病人很多 我们教授 也一直在提醒我们 那你现在 小儿电话打不通 于是 我就去找了物业 我跟他们说 我朋友在家里病了 还好之前帮小儿搬家的时候 他们见过我 这才用钥匙帮我开门 否则的话 你烧一晚上 后果将不堪设想 怎么了 我看 你一点也不像小柔嘴里的大傻瓜 她居然这么说话 这么晚了 还让你跑一趟 我吃点药就没事了 不 现在还不能吃药 你在发烧 热度会阻挡病毒 你是不会被病毒感染的 等你烧退了 才会被病毒入侵 我再给你吃感冒药 然后多喝水 有一个做医生的朋友 真好 我还只是个实习医生 你是我第一个病人 我当然要好好照顾你 你说 我喝杯 我去的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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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接上去啊 我是公司新来的实习生 刚刚我已经给皮特留打过电话了 他说马上过来 我想起来了 你是楚禄的朋友 咱们在青年乐队比赛收建的 对对对 楚禄这个人人缘一直很好 高原和楚禄分手这么久了 上次地震高原非要去 结果被飞尸砸伤 估计今天晕倒 跟上次的受伤有关系 你说 高原是去找楚禄 才受的伤 骗了 怎么回事 眼珠怎么会突然晕倒 医生说是颅内出血 现在正在手术 我们还在等消息 医生 怎么样 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他平时都好好的 总会突然晕倒呢 究竟怎么回事 他是脑出血引起的神经性耳聋 我们怀疑这个病人早就有脑伤 因为没有及时诊治 后果现在非常严重 恐怕治愈的可能性很低 耳聋 他说他聋了 他是不是疯了 这么严重的事情 他居然瞒着我们 还有两天就演唱会了 票都卖出去了 怎么办 小柔 你赶紧回公司 还两个小时就天亮了 通知所有的部门 封闭式加班 快 好 小终于退了 watiles bo 是 都不啊 我手把我拿到救护 所以他现在跟我讲 我手把你唱在家里 我手把你唱在那里 你唱我手把你唱到的 突然发现时间变得很匆忙 成长改变了原来梦的模样 我只想还能像不一样 当初只能的脸庞 大战的操场 昨夜没写完 未来多远 夜晚难免会感到彷徨 走近的肩膀 教会我坚强 渐渐成长 它却渐渐遮住了思想 原来长大会孤单 会觉得不安 所有成长的心酸 却要自己担 原来长大会孤单 会觉得不安 从前那些依偎戒烂 也慢慢变得不简单 原来长大会孤单 会觉得不安 所有成长的心酸 全要自己担 全要自己担 原来长大会孤单 会觉得不安 从前那些依偎戒烂 从前那些依偎戒烂 也慢慢变得不简单 它会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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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觉得不安 从前那些依偎戒烂 也慢慢变得不简单 在那些依偎戒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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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中的依偎戒烂 相当中的依偎戒烂 相当中的依偎戒烂